詞曲 李宗盛 今晚你看到那些材料是否很特別 今晚我當然不是煲湯 用羊肉煲湯 都會燉羊腿,不會煲羊腩 為甚麼我今晚會燉羊腩呢 因為我們MHK的店鋪 其中一間店叫多基 女字邊那個,基舔的基 他的店名叫多基 Andy就給了羊腩我們 我現在要試過好不好吃 我們先給他上架 今晚就 明天17號,很冷 我試一下羊腩給大家看 今晚我就不煲湯了 我的方法呢 可能和大家有些分別 先先呢 人們就說要出水 我先不出水 我先先呢 慶乾了這隻鑊 慶乾了這隻鑊之後呢 我就丟些羊肉下去呢 就白鑊 就這樣白鑊 兜它 兜到鑽色 你就要勤力一點 因為白鑊呢 我沒有下油沒有什麼 它會黏的 尤其是我們這些呢 電磁爐呢 就很會黏底的 大家很奇怪 為什麼你去新疆 那些吃羊肉呢 又不騷的呢 因為呢 他們是不吃皮的 吃羊肉 我們廣東人呢 就要吃皮的 吃皮呢 就鬆很多 所以呢 我們先先白鑊 爆一下 大家有沒有用過這些草果 其實現在呢 市面買的那些什麼 雙冬 雙冬蚊 什麼 雙冬蚊 其實就是 我覺得有些 其實為什麼它要用雙冬來攪拌呢 就是呢 雙冬蚊 雙冬蚊 很貴 雙冬 就節省很多 羊肉 是不是 那你 你這樣白鑊 出一出水 燜羊肉呢 其實很奇怪的 有些人說 喂 我燜的酥到 叫救命 燜羊肉呢 如果你 要不像我這樣 用雞湯 用上湯燜 要不呢 如果你說 喂 我沒有準備上湯 都可以 但你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用煮過的水 即是 煮過的水 你不要就這樣 你不要就這樣 在水喉 開了水 煮過的水 煮過的水 不可以的 我就不喜歡用那麼多花巧 我喜歡吃羊肉的原味 大家現在看到 這些羊肉很大塊 放回去 先放回去 我們白鑊煎 它 現在 就下火爆了 先把鑊熊 我這隻是生鐵鑊 就不用像那些 那些 易潔鑊 又要用 又要用什麼 又要 冬油落 冬油落鑊 不用的 你看到我呢 這裡有 蔥頭 薑 馬蹄 有冰糖 草果 我會逐樣下 馬蹄 就是炆的時候才下 大蔥 大蔥和 這個枝竹 是快要吃 你才好下 沒那麼早下 不是 就沒有了 變了 它好味的那些羊肉 好 先先放些薑 先放些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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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些草果 草果你最好呢 炆一炆一炆它 洗完之後 炆一炆它 好了 乾蔥頭 這些乾蔥頭 不用切 因為炆東西 炆一炆它 會沒有了 好 然後倒些羊肉 大家不要看 現在好像很大塊 那些羊肉 那些羊肉 待會呢 炆完 就很小 因為我們這隻 電磁爐 是有別於那些 有火的爐 你不炆它 它就會黏底 好 先拿下馬蹄 先拿下 有些朋友 可能是 不是不是 沒有酥味的羊肉 真的不是吃羊肉 是吧 我先放些雞湯 先放些 沒有辦法 電磁爐呢 烹調方法 是跟 其他人有分別的 有時候呢 就看看你們 煮羊肉 通常呢 煮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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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生菜 然後呢 那你就 煮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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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或者雞湯 不然呢 一會兒煮完 就沒有煮完 就煮不到菜 煮了 煮羊肉 就跟牛腩一樣 你下火 一會兒 煮到這麼多 一會兒 煮到蓋子 之前呢 放些冰糖 會比較淋 牛腩就有些分別 牛腩呢 就不能直煮下去 牛腩煮到這麼多 你要煮蓋 例如你要煮過 一個小時 三個字 那你煮了一個小時 要蓋過去 關火 焗它一會兒 再煮一煮 這樣才會軟 羊肉就不用 羊肉一調氣煮 大家有沒有覺得奇怪 我還沒下味 一會兒我才會下的 好 先蓋一蓋 讓它先滾一滾 一會兒我就會 加少許鹽 冰糖 醬酒 下去 就讓它 入了味 然後慢慢燜 因為我們的爐 始終不夠熱 不像你們家 如果用石頭氣 或者煤氣 慢慢滾 所以我們要等一會兒 好 好 終於 滾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煩惱 總之 不過 這個電磁爐是乾淨很多 不過 對於 對食有要求的人 就會比較煩 好 現在先加些味 加些鹽 先 醬酒 再加些醬酒 再加些冰糖 羊腩就不像煲湯 又不能看幾多分鐘 總之你炆到這麼長時間 較小的火 炆到一個多小時 你自己試一下 用籤也好 剛剛的皮是脆的 一刀過羊肉就可以了 那種 好 再加些鹽肉 之後 再加些鹽肉 再加些鹽肉 再加點鹽肉 我便可以完全要炆大火 慢慢炆大火 再加小火 記住 枝竹 蔥不要太快下来,还有枝竹浸泡一泡水 好,盖上盖 调小一点,慢慢炆一下 我先调一个小时 一会出来看看 好,晚一点就有羊肉煮食了 羊肉煮了一个多小时 我试过就差不多了 现在就放了枝竹 刚才我们用水浸过的枝竹 蔥不要放下 因为大家看到有这么多水 因为我们通常吃羊肉煮的时候 你都会录下生菜 这个时候再放大葱 然后我放大葱 纯粹让它好看 颜色 再盖上盖 焗多一会儿就差不多了 其实你平时腌食不是有豉油 什么羊肉不用 你看这些顏色都转了 现在我们多烤它一会儿 就有得吃了 其实大葱焗熟它就可以了 我们要那种葱香味 因为我真的很怕羊肉有酥味 你太早放附竹下去 但是这样就麻烦了 这样 完全是腐竹的味道 羊肉就让它拿出味道 再烤一会儿 如果你有时间烤三四个字 让枝竹的汁吸收到枝竹的味道 就刚刚好 但是羊肉的味道就不会被它扯掉 如果你太早放枝竹下去 枝竹就很好吃 羊肉就没了味道 我们再烤一会儿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又找个试羊 当然找个男生来试 喂 好香啊 喂 可以吗 你看到 好 刚才我叫人不要弄这么小 刚才羊肉很大 现在呢 多小 喂 夹一够试一下 好好好 你夹一够试一下 功敬不如从零 试一下先 夹一够 嗯 很热 但是观众知道为什么我不夹 因为我拿筷子不好看 嗯 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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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片皮 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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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個商店叫多基 那個後基的妖妓那幾個 他給了一堆羊腩 這些可以上架 羊肉可以嗎 羊肉 十分不錯 起碼主義上你聞下去不會太酥 本身肉質OK才可以 如果大家跟我這個方法就不會酥 下次要再煲湯 那些女同事問我為何不煲湯 因為我炆了羊腩 大師傅我覺得羊肉是很多 間中煮了羊肉 驚喜 小弟非常幸運 今次是炆羊肉 因為我很喜歡吃羊肉 一會兒我給你一些生菜 下次我們介紹另一個湯 再琴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